上海人培养一个孩子 从生出来开始啊 从生出来开始一直一直一直到他 说的男女年20岁左右啊 两三百万要下去 教育成本教育成本就这一个 都会给孩子报什么班 对现在不是国家报班什么的 都有些取消掉了对 像以前不取消的话 像我儿子一年报这个班 大概一年花费要十万 十万两个班大概要十万 什么学科呀 学英语啊 还有去培养他一个兴趣啊 对对对 学这种编程啊 升级方面啊 什么杰权道啊 这个他喜欢什么钢琴啊什么的 是我们本地的在小孩教育这一块 稍微二线成三千 是他爸妈一年工资才没多少钱 不可能下这个本的对吧 对对对 没想一下那个本没实力啊 对基本上都这样上来的 是所以你看这个图书这么多钱 高中三年花的钱还有多 对高中三年 上海现在不是一家城 他超一线的 超一线的 他现在实力香港都不留 我也去了好多国家在 因为到上海就心比较定